又一位明星却是年仅45岁,他不仅是一个演员而且还是一位老师。 标凯明大家可能对他不太认识,但是提起士兵突击大家一定是恍然大悟的感觉,他是中央戏剧学院的了,老师在剧中饰演的是一个27号士兵,也是在剧中甘愿当一个绿叶衬托王宝强,和王宝强有助对手戏演技也是很值得大家的认可。 和李晨,王宝强,陈思成以及张夺,都成为了好朋友。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命运却是如此的不公平,年纪星轻就得了癌症年近45岁就去世了。 我们不知道他是一个合格的演员,但是最起码他是一个合格的老师,身为一个演员表演和参加的作品很少,但是在教育学生上却是兢兢业业。 刁海明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,由于成绩突出被破格留校任教,我们看刁海明第一眼就看得出来他是一个硬汉有着凝着不安的精神。 从他所饰演的作品来看他所演绎的演员人物都是男很男人的。 刁海明离世之后,身边的朋友们也是对此十分的惋惜,多么好的一个人就这样的走了,身为哥们的李晨和张夺等人也是纷纷的发门哀悼,虽然交集不是很多但是,从一部作品就能够结交下一份深厚的友情。 虽然他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演员,但是他,却培养出了许许多多的优秀的电影演员,只是希望大家可以记住曾经有这么一个人的存在。 身为一个演员可以说他是很失败的,但是身为一个教师可以说是很成功的。 你们说呢?